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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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不如教典》 思教大眼已经庇悟了 新的常委人选也已经整治了 王虎林 这个知识分子 我们来说,中南海的首席智囊也入场了,当然他的入场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般来说可能是需要一个有地方经验的官员,但是他一直在做幕僚,一直在策划各种战略思想,他的入场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当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很意外。 王滬林,因为他比较低调,然后给人一种感觉比较神秘,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王滬林的人生。 夏敏老师,我知道林也是在复旦大学,跟王滬林应该说在一个校园,并且在林论老师的时候,他也在教演史,所以你们有过共事的经历,并且有很多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想请你来谈一谈你心目中的王滬林。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王滬林这次入场,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因为很多人在模拟名单嘛,但他们的名单都没有王滬林。 你的名单里面也没有王滬林。 对,我的名单到很早就有王滬林。 对,那么是因为民报了,当时那里面就采访我,那么也问我说你认为王滬林会不会入场。 那我说我非常肯定的王滬林会不会入场。 那么虽然我这是什么原因,观察根据在什么地方。 那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很缺人。 那么习近平呢,他的很多的这些大员呢,你看到是紧急提拔的。 那么如果在他的这个就是高一级的政治局委员里面的一级,那么要真正他那个贴心使用的人呢,他真的不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王滬林他是他一个非常那个用的非常贴心的那么这个人。 那么下面就要问为什么王滬林他会用的非常贴心。 而王滬林在以前,那么是江泽民提拔的,那么是胡锦涛使用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习近平,习近平还用的非常的贴心呢? 那么其中呢,就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原因在于,王滬林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就是派系色彩的人。 就是王滬林呢,他作为一个文人的,他基本上没有文将,他是把他自己嫁给了大名国。 那么是为了随时最高那个领袖的话,他就会那个很甘心的,就是全心全意的为最高的酒服务。 那么他在最早的时候,那么他还传这些那个就是传闻呢,就是像上海这边他以前的老领导啊,或者老朋友呢。 那么在北京要开个会,那么王滬林呢,基本上就是说,呃,有个人一起吃饭就是说,来那个打个招呼说,啊,那个就是来看你们。 那么你如果需要,那么打电话,那么我能帮助,要用车,你都没问题。 但是我呢,现在就不能给你们吃饭了,我不需要在中南海,我不需要,那个就是,呃,随时刻刻,如果老板需要我的话,那我就要在那。 那么他的婚姻呢,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他的妻子,第二个妻子,就消责了你在,那个就是,呃,武士丹,在上海。 那么所以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呃,睡在那个中南海,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半个水家。 那么所以呢,他呢,是一个非常,那个,那个,很忠诚的,这么一个,就是,呃,文人的。 那么我也就是,当挪威,当一个最高领袖。 那么,所以呢,他,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很容易,你看他三毛元老,他就很容易就转轻过来。 因为,嗯,他呢,基本上,我叫他就是一种,也是六七不认的。 那么,基本上他会提拔,那么他的,那个就是亲信,那么他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关系我。 那么,现在我是他唯一他提拔的一个,就是他的那个,那个,那个理事长的学生。 那么,当时,他跟我在同一届同一个班,那么,当时,我跟他那个都被评为,就是,百分之五的优秀毕业生了。 那么,就是林尚利。然后,林尚利,在就是,就是,一年多两年前了。 那么,被,那个就是,提拔我,就是,那个就是,中,中央的政策,那个研究室的,那个就是理事长。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了,王后宁,他没有就是,呃,帮派的色彩。 因此的话,他也就没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些负担。 那么,也就没有说,牵涉到谁的什么仇门,谁的贪腐,把这个牵进去。 基本上,他是那个,那个清流的人,他就不会被这个事情牵进去。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王后宁,是因为习近平所用。 还有一个,他涵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习近平的本领。 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要灭图这么多的,呃,全球的国际的战略。 那,包括一带一路,包括跟美国的各种关系。 但是,习近平身边呢,真的没有,就是一个,对世界的一个比较好的战略眼光。 和就是,国际这个就是,呃,意识的这么一个,就是人。 而,王后宁呢,恰好就是这样的人。 那么,王后宁的话呢,他不管怎么样,就是,就是,精通法语。 那么,也会,这个,英语。 那么,也是,就是,复旦国队系培养的。 那么,也在那边呢,就是,工作了20多年。 那么,所以他对国际事务的,那个理解的话呢, 那么,是,呃,中共的其他的领导人呢,是要好得多。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些英识呢,我觉得他一定呢, 那个,会被习近平所用。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的系维这个观察就在于, 那么,呃,王后宁呢,这个人呢,是,呃, 就是,呃,来自于上海的,有海派色彩。 那么,他是从学院出去的。 那么,有很多的就是,呃,个人的这些作风呢, 还有这个习惯呢,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不是那种就是,呃,草根里面的干部。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 每次习近平在外面可能出访的时候, 有时,那么,呃,那个,呃,就是,呃,我们知道,呃, 呃,当时就是,呃,呃,习近平那个, 那个,把他作为一个就是国家主席的。 那么,那个,特别那个助理。 那么,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是第一夫人彭丽媛, 那么,要跟他一起出访的话, 那么,往往,呃,如果是第一夫人彭丽媛, 有他的另外一个就是, 三个系统的另外一个,呃,议程的话, 那么,往往是一个王沪宁的朋友, 那么,去陪同就是,呃,那个彭丽媛。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了,你说,呃, 呃,彭丽媛的话,也会跟王沪宁呢, 你可以从他们的那个交往, 从他们的那个,呃,其他语言来看, 也都是会比较喜欢,比较欣赏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诸多的因素加在一起了, 那我这个王沪宁的入场, 那么,就变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也变得那个必然。 那么,唯一的一个障碍,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没有地方经验。 那么,但是,你看那就是, 所以,习近平他现在的其他人呢, 呢,经常全是地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发言。 那么,全是他工作的地方。 呃,要不是他下乡的, 要不是读书的, 要不是就是, 河北,这个,呃,福建,呃, 呃,浙江上海。 那么,这些人呢,都不缺乏地方经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有一个,呃, 高级的这个,呃, 这个,呃,那个幕僚了, 没有地方经验了。 那么,相反的, 只有这些,那个, 就是中央的这些工作经验了。 那,我就对习近平来说, 成为是一个, 致力的一个弱点。 那么,再说, 因为习近平的话, 他需要王沪宁的,呃, 呃,做些,呃, 呃,更是引诚设计的东西。 那么,所以,这些人就加在一起, 我觉得王沪宁呢, 那个多长了, 我们所预料之中。 哦, 有效的就是, 因为啊, 很多朋友, 感觉到王沪宁这个人比较神秘, 因为很多镜头也不, 也不喜欢道具演讲,啊, 呃,就是比较低调。 那么,您跟他曾经, 有个很长时间的故事, 你心目中的王沪宁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王沪宁呢, 那个肯定是非常的低调, 因为你有, 不大听到他接受这个采访, 那么, 就是因为他这种就是低调的, 那么,这种默默无闻的, 就是, 工作了, 就是, 完全是, 那个, 司奉好, 最高的领导人。 那么, 这就变成了他的很大的一个长途, 一个优势。 那么,这也就是说, 三代领导人呢, 都会用他, 而且用他呢, 用得很深受。 因为他不会也是带来负面的, 这个就是, 太多的这个丑闻。 那么,而且呢, 他不会就是功高盖子。 那么, 所以他有一个就是, 很长期的就是, 江南的这个, 那个师爷的这种作风。 那么, 本身, 王沪宁的性格本身的话呢, 他也不是一个很张狼的, 也不是一个很外向的。 因为你也知道, 中国这种那个体制的话呢, 像外向型的, 像我这种人就是外向的, 想什么说什么, 脸上就表现什么。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在这个体制, 出现一种就是, 你想淘汰。 那么, 这种, 良臂这个就是, 一定会被驱逐的那种。 那么, 中国的体制不鼓励你, 是一个就是, 比较, 那个心态比较开放, 那么, 性格的比较就是活跃, 或者就是说, 能够了表达了, 他不是这样。 那么, 所以来说, 在我跟那个就是, 王沪宁的相处的, 那个这段时间呢, 那么, 也就是从1981年到1991年, 那么, 当时他是研究生, 我去读本科, 我们年纪相达十岁。 那么, 后来呢, 我读研究生了, 他就任教, 那么, 他也教过, 教过两名课, 所以我们还有, 师生关系。 那么, 但是呢,88年呢, 我呢, 就留校任教了, 那么, 我们呢, 因为我跟他, 我是同一年部的, 84年部的, 那么, 也都是学生支部的, 所以,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 同一个党支部的, 所以, 我给你们照片, 你看到我们这个党支部在开会。 那么, 所以, 我们都是, 后来呢, 我留校任教88年,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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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西区, 那个留学, 那么, 到了美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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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做官, 那么, 到了中南海, 那么,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的那个就是, 命运呢, 那个轨迹, 人生轨迹呢, 就完全就是, 分岔。 那么, 那么, 即使就是说, 我在跟他相似的十年的时间里, 那么, 那么, 那个时候, 他还不是一个非常是重要的人物,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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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他有名的教授很多了, 那么, 比他有才华的教授也很多了, 那么, 所以呢, 他不会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明星式的那个人物, 那么, 但是呢, 他呢, 就是有这种, 那个非常, 那个就是强烈的意思, 就是说, 察言观色, 然后呢, 就是不露山, 不露水, 然后呢, 那么, 习惯就是用各种的, 呃, 画影呢, 把别人的画影出来, 然后他就会去清听, 然后呢, 他就会去采纳, 或者他就会去运用, 那么, 所以呢, 你看他的那个写作里边呢, 包括他感性很多的人, 那么, 那么, 其中有些观点呢, 好多人也就是他的学生这边, 他, 因为他有一群群的学生, 那么, 他呢, 也非常的, 明晰的那个, 那个, 那个意识到了, 就是这个职位, 那么, 是中国这个控制资源和价值的, 关键的这个枢纽, 那么, 所以呢, 他就占据了关键的职位, 比如说就是, 从系主任啊, 那么, 这样的话, 到院长啊, 那么, 这样就用这个职位带动许多的资源, 那么, 为他做事情, 那么, 所以, 他呢, 是善于就是说, 利用各种资源的, 那么, 为自己了, 就是为了, 来做事情的人, 那么, 所以呢, 第一, 他的性格, 不是这么太, 外向, 也没有这么, 太张眼, 对别人呢, 也会造成很大的, 就是, 那个伤害, 不舒服, 但是呢, 他是绝对的, 就是说在, 那个, 每一步呢, 他都是有精心的一个算计, 他都知道这个, 对他的利益来说, 哪个是最大的, 那么, 哪一步呢, 是该怎么走, 那么, 我相信呢, 最终的一个认识, 就称为, 这个党啊, 那么, 这个国家呢, 会给他最多的恭喜, 那么, 所以他后来就嫁给了, 这个党国, 那么, 这个价格的党国里面, 当然, 非常的复杂, 就像他80年录打, 那么他的婚姻呢, 那么, 也是就是说, 那个就是, 岳父呢, 那个现代国际关系, 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说, 那个国家全部的, 那么, 这个一个就是, 高级教会级的优缘, 那么, 当时的话, 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里面, 有些国安, 那个交叉的很厉害, 那么, 这样的, 国关呢, 就是这种顶级的人物了, 那么, 也不多的, 所以呢, 像他的岳父周继龙, 跟薛莫红啊, 跟幻香啊, 所以, 我记得, 我们当时在读本科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那么, 这些研究员呢, 来做各种讲座, 那么, 所以这些人, 你可以看到, 他都会那个就是, 用各种资源, 让他自己的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 就是后来的话, 尤其是在反技术污兰的时候, 那么, 由大学的, 年轻的, 学者和教授, 在复旦呢, 是受, 所谓资产以及自由化, 影响非常厉害的, 那么, 当然就是说, 那么, 卫党呢, 就是那个, 做事的人, 那么, 所以, 我相信呢, 在那个, 反对几乎入兰, 这些运动以后呢, 那么, 因为那个, 王沪宁那些表现, 那么, 他那个入党, 然后呢, 又受到这些方面的关注, 也受到重用, 那么, 这样的话, 把那个火箭给, 提拔咱区教授, 然后呢, 最后呢, 当然就是把所有的荣耀, 都夹在他的身上, 那么, 这样的话, 就是那个捧成了一个民心, 那么这个民心呢, 到关键的时刻, 就会为党所用, 那么, 所以了到89年, 这就是关键的时刻, 那么, 他就为党所用了, 在关键的时刻, 就站出来, 所以, 就反对, 反对时刻, 反对时刻, 那么, 支持江州, 那个, 撤销时刻, 这个没有, 那么, 这个的话, 六四, 那个发生这边了, 呃, 迷路迷路发生了, 是完全站在, 党, 国的一边, 跟学生, 也站在对立的一边, 那么, 这个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 是有一个精心的安排, 或者就是说, 他也是重要的任务, 那么, 或者就是说, 他是有这个, 党国是精心的, 培植的, 这么一个, 关键的时刻, 会对党国所用的, 呃, 下句说, 您刚才谈到了, 就是王沪林, 他是一个, 比较低调的人, 同时呢, 也是一个, 比较会配置资源的人, 他也在算计, 自己最, 什么, 一种最大化的方式, 一步步的, 从复旦大学, 呃, 到政府, 然后最终, 进了中南海, 并且, 服务三代领导人, 所以, 它是个轨迹, 您觉得, 他这一种, 可能在很多大陆的, 呃, 呃, 所谓的成功, 您觉得, 它是, 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对, 那么, 我们可以说, 王沪林, 在中东的体制下, 是很成功的, 那么, 所以我把它叫成一种完美的, 就是, 那个就是, 党国的这个文人, 那么, 呃, 很多人呢, 会很羡慕, 觉得他这个文人很成功, 很多人呢, 也会很想去模仿, 那么, 呃, 所以呢, 我呢, 觉得他的成功呢, 这个因素呢, 那么,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他有强烈的愿望呢, 就是, 认同这个党国的, 这个就是, 他的价值, 和他的这个前途, 那么, 这点的话, 呃, 我们呢, 跟他, 现在分析了, 在80年代也不是很大,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还有, 也有人, 胡耀邦, 赵紫阳的这个, 这个体制改革, 那么,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我跟他两个, 那么, 我们只是就是说, 认为体制, 那么, 在这种进行改革, 应该会有些希望, 那么, 指示了, 就是说, 他呢, 是要有一个走心保守主义的那个路, 我呢, 更多是要走那个自由的那个就是民主的路, 那么,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的一个分析, 到对这个这个国家, 未来呢, 到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么, 所以呢, 他呢, 就是说是价格的这个体制, 那么, 后来的话呢, 我不认同了, 那么, 所以我在80年以后, 就离开了这个体制, 那么, 所以呢, 他就是价格的这个体制以后, 他相信这个体制, 一直会存在下去, 而且他相信这个体制, 那么, 我也不认为, 他一定就是想就是说, 把这个国家变成更专制, 或者更集权, 或者更那个就是, 倒退, 那么, 我相信呢, 他一直有个想法就觉得, 如果我进入到这个体制, 如果我能够就是跟他进行某些改良, 那么, 我把它给就是那个往前推的话, 那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东西, 那么, 这是他的这个认同, 那么, 这个认同的话, 我觉得, 是他成功的第一个要素, 那么, 当然呢, 就是这个认同呢, 在我们的同学中, 呃, 我们的同事中, 也引起了很多的反应, 那么, 我记得他的一个, 迪传地址是非常好的, 非常聪明的, 跟我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 他就跟我聊起来, 就说, 王虎宁就在干那个, 补破挂子的事情, 那么, 所以他就说, 这个破挂子, 你再去补它, 你再向上经线, 最后的话, 你会发现破挂子还是, 那个腐朽的, 那么, 所以我觉得, 王虎宁在成功的第一个要素就是, 他愿意了, 认同这个破挂子, 是可以补修的, 而且他呢, 可以就是, 那个经济业业的去修补了, 那么, 他是有前途的, 那么, 他有这种就是, 那个认同的话, 我相信呢, 是跟他的家教有关, 他本身是, 中国的这个干部家庭出身, 那么, 上海呢, 是听剧级的干部家庭出身, 那么, 在跟他的时代背景五十年代, 也有关, 那么, 另外的话, 我觉得跟他的也是基本的能力了, 那么, 应该是有关的, 因为我一直在想, 如果你在中国, 那你觉得你可以干, 呃, 比共产党干的事情更伟大的话, 那么, 我相信你不会一直, 一下子投到共产党的软衣下面去, 那么, 一生为他们担心, 那么,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悲剧呢, 就在于, 他们比王虎宁要更聪明, 那么, 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没有希望, 那么, 他们认为了, 他们可以成就了, 就是一个更大的事业, 那么, 可以超越共产党, 那么, 给中共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那么, 恐怕我就是这么一个悲剧的一个人, 那么, 但是我并不懂, 现在历史已经结束了, 那么, 还在那个历史上的演绎, 那么, 所以,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就是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 随成随败, 我觉得历史还没有这个结束, 那么, 因为王虎宁, 他有这个是正统以后了, 那么, 这个国家, 就会精心地去培植他, 那么, 所以呢, 就是说, 给他就是有各种的这个机会和培植, 那么, 把荣誉头衔都给他, 那么, 把他给塑造成打造成一种, 就是人造美女, 那么, 其实他就是人造的一个学术明星, 为什么说他人造的一个学术明星呢? 其实, 你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王虎宁的演讲, 因为王虎宁不是一个很善于口,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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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课呢, 也教的不是这么好, 那么, 那么, 另外的话呢, 他的学术根基了, 那么, 从就是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论, 跟着成绩人, 后来再跟着王主人, 进入到一个政治学的研究, 那么, 这些呢, 就是说, 在复旦的国际政治系呢, 都不是一个很, 那个上升的一个路径, 因为国政系的话呢, 是国际二次是当头的, 那么, 如果你越来越搞到中国, 你说明你的外语不怎么样, 说明你在国际的平台上呢, 你这个周全不是这么的一个盛战, 那么, 虽然就是王国际他也知道, 那么, 他有某些方面的一些, 这个, 这个缺陷, 但是他跟着, 这个意思的一个组织, 那么, 这个, 在共产党的体制下, 组织就是一切, 那么, 我就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会看到他, 对资源的这个, 最后的那个, 吸取, 那么, 最后是, 党国要打造所有的学术明星, 那么, 在1989年2月呢, 那么, 复旦呢, 当时还有那个, 那个, 还没到六次, 那么, 所以复旦呢, 我们是非常民族化的, 非常自由化的, 那么, 虽然就是, 当时复旦的就是, 学术会进行那个, 海选, 那么, 就要评选, 就是复旦的最受欢迎的纪念教师, 那么, 结果投票的结果, 那么, 我得的是第一名, 那么, 为什么我知道我得第一名呢, 因为我的学生呢, 那么, 当时是复旦的那个, 学术会的副主席, 那么, 后来他成为了就是, 呃, 那个复旦的那个部长, 我只会可以这样说他了, 因为他名字叫肖子简, 因为他那个年龄已经去世了, 突然, 心意淡命了, 就死掉了, 那么,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就是, 秘密了, 可以透露出来, 因为他当时, 就是很激动, 他那个, 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他86级的, 那个, 我是当时他的班纪人指导员, 那么, 他就很激动, 就告诉我, 夏老师, 他说, 那个, 那么, 结果, 后来的话, 龙女头衔不会给我, 那么, 我没有这个, 变成时代, 这时候, 我们幻念的, 学生普选的老师, 那么, 后来, 这个头衔是给了王沪宁的, 那么, 所以, 就已经感觉到, 也就是说, 在这个打资的集中的, 比如说, 体制下, 他们想捧一个, 人造的一个美女, 那么, 王沪宁就是他们认为, 靠得住, 那么, 用得上, 而且, 这是一个基础, 而且, 绝不会有反骨的, 那么, 而且, 他呢, 可以用起来, 抵制了, 复旦当时, 一个强大的, 一个自由化的, 西化的, 那么, 所以, 你看到复旦, 如果, 那个最后, 竞争出乎的, 所有的这些复旦的人, 无论从第一个, 就是复旦的那个, 中华人民共同学, 哲学博士, 程贵德, 还是从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 一个像林昌周, 那么, 或者像何欣莲, 那么, 像我, 或者夏业良, 他们都是复旦的, 那么, 这些都是, 全部都是离开了复旦的, 那么, 所以, 你可以感觉到, 那么, 这里面的一个, 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 就是路线, 道路, 可就是取向了, 根本的差异。 好, 观众朋友们, 这是1993年, 这个复旦大学, 政治复旦, 国际政治系, 给夏明教授的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 说您当时被选为, 百分之五的优秀生, 是吧, 我还看到了王沪林的, 一个签名, 对, 有没有简单说一下, 是, 因为, 你可以看到, 就是王沪林, 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 王沪林, 还给我签名了, 给我做这个证明了, 所以, 我总觉得王沪林, 是一个, 能够成人自美了, 还会成人自美的人, 那么, 他不是一个, 喜欢去干那种, 损人, 不利己的这种小人, 那么, 所以, 这个证明呢, 是因为我, 那个, 八三八四, 八十八五了, 那么, 那个, 被选拔为, 优秀生, 所以就是, 以百分之五的比例, 那么, 现在他的助手了, 就是, 零上力了, 我们两个人, 共同的被选拔, 那个, 所以, 因为我离开了, 那个, 中国以后了, 那么, 那么, 所以, 这个东西, 也无从证明了, 所以, 我就希望了, 就是能够, 复旦那个大学, 给我一个证明了, 所以, 这边就是从我的老师, 从那个指导教师, 从学术委员的主任, 到那个就是, 系主任, 到上来, 王沪宁的系主任, 那么, 这边的话, 就是给我出去的一个证明, 对, 那么, 所以, 我就想说了, 王沪宁呢, 他也知道, 他也非常喜欢我在很多方面, 那么, 他也知道, 我不是一个就是很庸的人, 那么, 在许多的, 他的学术的活动中, 他就有意识地, 要把我们给纳入进去, 那么, 所以, 我跟他一起, 帮他, 因为, 因为, 我一直做比较政治支部, 那么, 我在, 当学会, 留学生后了, 那我就可以, 有个特权, 就选指导教师, 那么, 我就选了, 当时, 富丹大学, 比较政治支部教研史的, 那个曹佩宁教授, 那么, 是我的老师, 那么, 后来的话, 中国出的, 第一部的, 专注就是, 比较政治体制了, 当时, 又是曹佩宁主编, 而我们是出的两个国家, 那么, 一部只有五个国家, 我就写了法国, 又写了英国, 那么, 后来, 他那个, 我的老师叫我写美国, 因为我说, 我是要出国了, 我就不要写了, 所以后来, 他就把美国, 就没有收入进去, 那么,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王沪宁他的路径, 我刚才讲的, 他以前做马列主义的思想的, 做西方政治思想的, 做到政治学, 这个王沪宁就做到比较政治提示, 那么, 所以王沪宁呢, 其实, 很有意识地想接纳我, 为什么他想接纳我, 因为他的学生呢, 是政治学专业的, 政治学的专业, 基本上是政治学专业里面呢, 他的外语呢, 是不这么好的, 而我呢, 是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的外语呢, 选拔呢, 是以外语类的标准来参照的, 那么, 所以我们的国际专业呢, 是叫做复旦大学的第二外语系, 那么, 所以王沪宁呢, 他本身呢, 他的英语人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是以法文出身的, 那么,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希望呢, 就是说, 我又是做比较政治制度, 我的英文也特别好, 所以就帮他做些事情, 所以他编的一本书叫, 腐败于反腐败, 那么, 我帮他呢, 就是翻了一张, 那么, 后来他跟他的太太就周期了, 那么, 当时翻了一本书, 就是一本书的领袖门, 那么, 我也帮他翻, 那么, 所以我总共是帮他呢, 就是做些事情, 那么, 另外一个小查诀, 你可以看到就是王沪宁呢, 对我的这个关系了, 那么,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80年代, 复旦那个整个体改是很热的, 那么, 因为我的专业, 那么我的就是, 这个就是性格了, 能够使得我在复旦的校园呢, 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而且当时我的写作的言论呢, 能够在世界一岛上, 这个发出来, 那么,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也参与了就是, 那个十三大政治报告的, 那个分报告的, 那个写作工作, 因为王沪宁呢, 是那个, 他有个分报告, 叫党政分工, 那我的导师呢, 有个分报告, 那么是, 权力下放, 那么, 所以我做的很多是地方, 这个就是, 政治体制啊, 所以你看我的学问呢, 很多都是做地方的, 所以我那个对权力下放的这边呢, 就那个比较熟悉了, 所以我参加, 那么, 所以当时在那个复旦那个, 做的很多事情呢, 那么, 当时有一个, 我们每年呢, 复旦的校信呢, 就是5月那个21号了, 那么就有一个, 打类牌, 就是各个系课了, 学课了, 就是要摆那个类牌了, 就是要有学术讨论会, 那么, 王沪宁呢, 当时为系主任呢, 他呢就是, 那个要跟那个金班的人呢, 就会打个招呼, 说, 你一定要把夏明呢, 排到第一个了, 让他发言, 那么这两个金班人呢, 都是我的哥们, 那么虽然他们呢, 就是那个, 后来就告诉我, 他们就去问王沪宁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 让夏明定个发言, 那么王沪宁说呢, 因为夏明的上次, 有一些新的想法, 他说, 让他第一个发言的话呢, 气氛呢, 会活跃起来, 第二呢, 夏明呢, 他的那个层次呢, 那个出手呢, 比较高, 他说如果他那个, 第一个发言的话, 就让那个整个会议定调, 那么所以你看王沪宁呢, 给我的就是那个, 那个关系, 他对我的那个, 一些看法, 我都感觉到他还是, 非常喜欢我,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你看他对我的一个, 喜欢呢, 就是我在那个, 离开复旦的时候, 那么我离开复旦呢, 当时, 因为我八九年, 是犯了政治错误, 因为我是支持学生的, 那我是为复旦的乞君子, 那么王沪宁呢, 他是这个, 反对, 支持党国的, 那么经过, 到了八九学校, 当然我就没办法, 在那个, 中国就呆下去了, 那我就觉得, 此处不留也, 只有留也处, 走了, 然后结果就, 绝对就是出国, 那么当然出国了, 也不这么容易,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中共的体制, 是城市部署, 但是败事有余, 那么所以, 坚决不让我走, 那么所以这样, 我就被陷在那儿, 但是要拿到奖学机, 就特别难, 那么这边, 我这边的导师了, 那么给我, 连续两次拿到这个全奖, 我不来的话, 是不容易的, 钱很难拿, 结果后来呢, 就说, 我的导师呢, 那么又跟王沪宁了, 就有私交, 因为王沪宁那个八八年, 在那个爱河湾大学, 做访问学, 就是在我的导师家里面, 那么所以我导师呢, 也跟他就是, 迫勤了, 就是说, 让夏宁走, 然后当然就是说, 我亲戚关系, 家里面的人, 跟王沪宁呢, 也有关系, 因为都是上海, 那个市里面的, 他们那个, 反正就是有关系的,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就说王沪宁呢, 后来就说, 放我走, 所以王沪宁就给我, 那个一次谈话, 王沪宁说, 我给你三句话, 第一个, 你要走, 我绝不拦你, 那么你可以走, 我批着, 第二个, 他说美国呢, 是个大机器, 他说你呢, 一进去了, 希望你呢, 赶快就是跟他那里接拍, 他说不然的话, 你会被你的人压真几分, 他说第三, 他说我如果在复旦, 有影响, 你任何时候要回复旦, 我任何时候都会要你, 那么虽然你可以看到, 王沪宁呢, 跟我们的关系呢, 就是我们之间呢, 没有这种恶错的, 没有就是说, 这种就是说, 他一定呢, 是要千方百计, 要把我给王子一点整, 那么他也给我留了一条生路, 那么我对王沪宁呢, 那么作为他这个学者, 我也有尊重, 那么我认为他跟其他的学者, 比较起来的话呢, 他确确实实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认真, 那么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尤其我们的办公室, 只是相差三个办公室资格, 那么虽然每次, 我们在复旦那个文科楼, 第六楼, 那么通宵达战干的, 就是他和我, 还有另外他一个弟子, 那么就是我们呢, 就是在那个最拼命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王沪宁呢, 从这些角度来说, 那么真的还是有值得, 就是圈脸的地方。 下面教授, 你刚才谈到王沪宁, 就让王沪宁这个心来生动起来, 因为给人感觉的很死板, 也没什么话,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人很神秘, 很孤傲, 您这一说就比较宣伙了, 那我们再谈一些, 可能观众朋友也比较感兴趣的, 王沪宁的婚姻生物, 您觉得他的婚姻生物,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 那个王沪宁呢, 当时他也是一个年轻人的, 当时他26岁, 我16岁, 后来你看我们一直在成长,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当时也有西化的, 他也有西化的, 所以我们在办公室会放着酒, 葡萄酒了, 那么喝了这样的, 就是来做学问, 那么有女同学来的话, 王沪宁当时也很敢进去, 那么因为呢, 我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的话呢, 那么也有少量的女孩子, 那么跟我们关系很好, 那么所以王沪宁有时也会调侃说, 你怎么吃不到夏老师的那个房间, 去那个办公室, 你怎么不到我房间呢? 他就是王沪宁是一个, 就是也是很随意的人, 那么当时他也跟我们大家一起了, 拿那个饭盒子去办他们吃饭了等等的, 那么所以呢, 他是有这种, 就是有近距离的人, 那么他是有内涵的人, 他不是一个就是, 完全就是一个机器了, 他还是有这个内涵, 那么我们去看他的婚姻呢, 就是说, 他的婚姻呢就是说, 据我所知道呢, 他现在有三次婚姻, 那么第一次婚姻呢, 他的那个人, 第一任妻子, 周琪呢, 也跟我原来都是朋友, 那么周琪的话, 他的那个, 有点血腻性是四川的血腻性, 他的肚姻是四川的, 那么他有北方女孩, 对于他是北京长大, 有北方女孩是这么好爽, 那么, 而且周琪呢, 长得呢也是, 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漂亮, 那么, 如果你想, 想象周琪长得什么样子的话, 你就想象是, 汤尼·布莱尔的妻子, 那个, 那个, 那个样子, 对, 就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女性, 一个很成功的, 很干练的, 一个律师型的女性, 那么, 周琪呢, 跟王沪宁那个, 结婚了, 当当上的同学, 那么, 所以这种婚姻的话, 应该是, 对王沪宁呢, 也带了很多的, 成功的, 约缘, 那么, 但是呢, 据我所知了, 那么, 这个, 也是隐私了, 我不想说的太多, 那么, 他们的婚姻破裂了, 那么, 实在是王沪宁, 那个, 那么, 解释会议的, 对, 那么, 因为王沪宁呢, 解释会议这个理由呢, 就觉得好像, 性格不合啦, 那么, 或者就是家里面, 好像, 也都弄得不这么好啦, 但是, 作为周琪的话, 他是做一个很成功的副教授, 当时, 后来周琪的话, 到了美国, 在, 约翰·Hopkins大学, 拿着证据博士学位, 那么, 所以, 是很棒的一个, 知识女性了, 那么, 所以, 周琪当然, 也有他的那个想法, 这就是说, 我, 也是很辛苦的, 在工作, 也在做学位, 因为有教学, 有科研, 但是,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那么这样, 但是, 确确实在这里面, 因为王沪宁是一个上海, 那个风格的男人, 而周琪的话, 就有点那个穿女, 然后再加上金女这样, 那么, 确实有点文化差异, 但是, 我觉得, 更重要的就在于, 做一个男人的话, 恐怕男人呢, 就是说, 他的职位越往上升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欲望了, 这个欲望下增, 那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他的不幸就在于, 任何一个女人, 比你年轻十岁, 年轻二十岁, 就是有优势, 那么,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周琪了, 那么, 当然到了就是九十年代的话, 那么, 进入了中年的一个女性的话, 那么, 当然他的这个魅力, 他的这个风采了, 在王沪宁的眼中, 就已经在消失了, 但是我对周琪说, 我说你根本就不要这样认为, 我说你就是一个, 就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性, 那么, 我说就是说, 王沪宁跟你相离去的话, 不是你的损失, 是王沪宁的损失, 我说因为就是王沪宁, 失去了这么一个优越的, 这么优秀的, 这么一个知识妇女了, 那么这个, 你想想, 如果王沪宁的妻子, 今天是周琪, 那么是美国约翰霍北京大学的, 那个政治局博士学位的获得者, 那你想想, 是美国那个, 中国证科院的, 美国研究所的那个, 政治研究室的主任, 那么我想的话, 对王沪宁来说, 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天, 那个就是那个光彩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跟王沪宁, 事实上认为, 那么王沪宁呢, 那么后来第二任的就是, 我不知道应该叫妻子, 因为这里面呢, 涉及到很复杂的东西, 那么就是肖嘉宁是她的学生, 那么肖嘉宁呢, 比我第一届, 肖嘉宁呢, 我们那里也认识, 我们的大学关系还是不错, 那么肖嘉宁呢, 她是一个湖南的女子, 那么长得非常漂亮, 也是非常有名性, 那么也是非常聪明, 你可以想象到, 能知道复杂大学的一个本科的, 那么真的不同意, 那么都是非常聪明, 那么后来她那个, 读了那个研究生, 那么就是王沪宁呢, 成为她的指导教师了, 那么知道她做的一个博士论文, 她做的是主权,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肖嘉宁, 当然跟王沪宁的关系了, 那么就深化,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跟周琪呢, 就是婚姻呢, 也结束, 但是周琪呢, 确实是很风骨, 因为周琪竟没有婚姻, 也没有孩子, 那么这样子说, 后来周琪一个人呢, 就到了北京去了, 就离开了福袋, 那么肖嘉宁的话呢, 就是据我所知,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圈子里面呢, 大家都是有各种那个就是的, 信息前后流通了, 那么就是据我所知, 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婚姻, 那么所以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肖嘉宁呢, 也带来很多的就是这些, 好像只有就是奉献, 好像没有名分, 那么所以后来的话呢, 那么就是, 当然给肖嘉宁的话呢, 也带来很多的就是这些, 负面的影响, 所以你如果到斯坦大学的网页上去看的话, 肖嘉宁的照片都会有的, 对, 那么后来肖嘉宁在那个东京大学去留学, 那么当时本来他是要在那边的那个留学, 或者就是进修, 那么结果因为就是, 就是他跟王沪宁的关系, 那么日本的那个就是情报界了, 那么就对他就非常关注, 那么非常关注的话呢, 那么当然就是, 中国的情报界就觉得这, 担心会出事情, 就把肖嘉宁就紧急的就撤回来了,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肖嘉宁的话, 跟王沪宁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奉献, 但是没有什么的名分啊这样, 那么后来他们的婚姻呢就是, 可能也没有婚姻, 就关系了, 就是因为王沪宁呢, 一直没有把肖嘉宁带到北京去, 所以王沪宁是90年代中, 就到北京以后了, 那么肖嘉宁其实一直在死丹,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后来他们的关系之间就是淡化了,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也就终结了, 那么据说现在就是王沪宁的第三段婚姻呢, 那么是中南海的, 那么一个就是他们的服务生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王沪宁的, 那个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妻子, 而且据朋友给我讲了, 两年前呢, 也跟她生了个儿子, 同时就王沪宁进入了三次婚姻, 那么如果你要讲这三次婚姻的这个就是情况,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那么当然婚姻呢, 这个很难说, 那么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女人好, 要跟那个女人不好, 或者你为什么跟那个女人相似我的一辈子, 等等, 那么这确实很难说, 但是呢, 我这个旁观者来说的话就是说, 第一次婚姻, 王沪宁呢, 是跟她的同学结婚, 那么这个知识女性呢, 是美国的那个政理学博士, 是美国名牌大学, 还不过不经时的政理学博士, 第二次婚姻呢, 王沪宁跟她的学生结婚,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知识女性, 那么也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现在复旦大学的外交系的副教授, 应该记得是郑教授, 你们可以去查到网页, 应该是郑教授了, 那么到第三次了, 那么就是王沪宁的那个就是学生的学生, 那么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学位的那个就是那么这样, 那么所以呢, 我就觉得从知识上来说呢, 在走低, 当然了, 从那个就是年龄上来说呢, 也在走低, 那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会选择, 到底是要选择就是柏拉图斯的爱, 或者有一种内涵的精神的爱, 还是就是完全是跟着自己的就是那个霍尔蒙走, 那我觉得这里面呢, 这种婚姻呢, 也反映出一个男人的选择, 下句子, 我们来谈王沪宁, 王沪宁的学术, 您刚才谈到了, 王沪宁呢, 他实际上还是从内心的一样, 他还是拥护这个体制, 并且觉得这个体制是可以, 比如说实现一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怎么样的, 因为我读过王沪宁一本专著, 叫做《反对美国》, 所以王沪宁这种思想, 因为他在美国也做过一个党性的访问学者, 他为什么没有接受民主宪政的价值观, 你觉得他的学术这种思路的逻辑, 是不是称赖了那些矛盾的问题? 对, 那么如果我们要理解王沪宁的这个学术的逻辑的话, 那我觉得首先从他的这个整个学术的成长, 其实可以看出他的逻辑的形成, 因为他是被选成那个就是外语培训班的, 当时其实是张春桥在上海准备夺权了, 那么就需要有他的外语培训的那个外语干部,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被选去了, 那是我这个就是外语培训的, 是我法语的, 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了, 他是不断的等待什么选择的, 那么这样的话, 后来当然这个事情没有成, 那么他就包括了研究生, 那么包括了研究生呢, 他的导师呢, 我们是我们复旦国内系统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 叫做成绩人, 那么成绩人他的有名呢, 是非常有学问的, 我也非常喜欢他, 我选了他四门课, 而且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可以吹一下, 那么那个成绩人呢, 就是说他是那个王亚南跟郭大利的学生, 那么是厦门大学的研究生, 那么所以是正宗的, 就是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 因为我们知道王亚南跟郭大利是翻译了资本论的, 那么所以成绩人带着那个王沪宁, 那么王沪宁他的那个早期的这个思想受到成绩人的, 包括马列主义这些影响比较深, 所以如果你看看那个王沪宁的著作, 你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那个, 也是乐于, 那么也是非常那个就是那个熟悉, 这些那个那个马列主义的经典, 是乐于去引用他们的, 那么这一点呢, 是跟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学者这一点不一样, 因为对我们的年轻的学者来说, 很多人来说的话, 马列主义的恐怕只是一个学派, 但并不是一个指导的东西, 那么王沪宁能把马列主义做一种指导的思想, 那么作为他的统领, 他的这个学问, 所以他都那个从头到尾, 自从马列主义, 那么后来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王沪宁在国政系里面呢, 他并没有认为就是说, 他通过国际事务的这个上升和竞争呢, 可以达到最佳的这个路径, 所以他走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偏门, 那么就是当时复旦国政系呢, 内部成立了一个政治学专业, 那么政治学专业呢, 对外语的要求就没那么严格了, 那么, 而且研究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性呢, 那么你知道在中国的话呢, 往往是研究国际二次的会更有优越性, 而研究本土的, 那么就是比较土气的, 那么就不会这么热门了, 但是王沪宁呢, 那么这点呢, 他跟习近平有点相像, 就是不去闯热门, 然后走一条就是那个, 没人去旅行的路了, 那么他就去做政治学, 那么政治学呢, 他碰到了一个他的恩师呢, 就是王帮主, 那么王帮主呢, 主要是做那个宣传的, 做政教的, 做那个政治思想这方面, 是马来西亚的系统, 就是中国的这个党的这个系统, 党务系统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王沪宁呢, 跟王帮主呢, 形成了一个就是二王的这么一个体制, 那么因为在复旦国的一些, 他是叫王沪宁呢, 他叫王沪, 叫王帮主叫王帮, 那么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二王体制,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 他们这个合作呢, 就是王帮主呢, 不断的帮王沪宁呢, 获得资源, 不断的提升提拔, 那么当王帮主, 还是一个住讲师的时候, 老讲师, 他就拼命的提拔, 那个王沪宁呢, 成为副教授,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通过就是, 让自己的弟子, 那么先出名了, 那么最后的话, 再带来那个老师的那个尊贵, 那么所以这样呢, 王沪宁提了副教授以后了, 那么王帮主呢, 在提到副教授以后这样往上走, 那么所以你看他们的关系呢, 就是非常紧, 那么主要的研究兴趣呢, 也就是政治学, 那么你看那个王沪宁呢, 跟那个王帮主编的那本政治学概论的话, 那么通篇的讲的就是, 马上是政治学, 那么阶级斗争, 国家理论, 怎么样是他的那个中国化等等, 那么这是王沪宁的主要的一个思维方式嘛, 那么到后来, 那么他那个出国去进修, 那么他呢, 那个因为中国没有体制改革热, 那么他也非常关心的那个体制比较,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进入到那个中国的体制改革这方面的思考, 那么进入到比较这个多的, 就是比较政治研究, 但是呢, 他永远就是没有进入到西方的整个学术体系, 他永远没有进入到西方的这个自由主义流派的这个学术传胜, 因为他那个培训呢, 刚刚我讲的两大的那个知识的技术嘛, 另外的话呢, 他呢就是说一个学法语的原因, 那么他的那个做出论文呢, 是写的法国的那个哲学家, 那个不丹的这个主权理论, 那么所以他对那个欧洲的大陆的这个学说呢, 那么从不丹呢, 到就是什么黑格尔呢, 那么他是比较就是熟悉和欣赏的, 那么所以呢, 他的国家主义呢, 认同的是非常的强, 那么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东西呢, 就像黑格尔一样的, 那么成为这个, 那个就是普鲁士的, 这么一个崛起的帝国的, 这么一个御用的最高的文人, 然后呢, 就是有资源, 那么有头衔, 然后呢, 就是在论证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合理性, 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 然后呢, 国家呢就是在地上行走的这个上帝, 那么其实王虎宁做的东西呢,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如果要问王虎宁他为什么没法接受西方的东西, 他接受西方的东西, 他接受西方的东西呢, 是柏拉图的哲学王, 那么是马基亚弗里的那个君主论, 那么是霍布斯的利维坦, 那么是黑格尔的国家法的哲学, 那么但是他没有接受的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流派,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从苏格拉里, 那么苏格拉里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 就是说第二做社会的批评者, 就是做社会的牛马, 第二是要做全球公民, 那么做世界公民, 那么你显然可以看到王虎宁没有吸收这些东西, 那么他就没有从苏格拉里走到亚里斯多德, 或者走到就是诺特, 然后走到就是美国的那个像康德, 或者像美国的就是那个联邦党的文集, 那么以后进到就是罗尔斯了, 那么这些这个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就是认识到, 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 尤其是个人主义了他的精神, 所以在王虎宁的整个的就是论述中和思考中, 尤其你刚才提到的美国反对美国那本书, 他就把西方的精髓, 把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精髓了, 那么其实就丑化成三个东西, 那么一个呢就是自由主义, 一个呢就是那个个人那个就是享乐主义, 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知识主义, 那么他就认为了就是西方的都是自私自利, 个人享受, 那么享乐主义, 那么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这个就是造成的, 那么所以他要走一条路吧, 那么用他的那个所谓的思考, 他说他要走的是要考虑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 社会和文化的总体的这个就是约束, 那么也就是说要用政治生态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国家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也就是说他其实, 就用另外一种学术的方式来讲的就是国情论, 就是一切的东西, 那么是要基于这个国情, 这个文化传统, 这个历史传统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基础, 那么如果你全部进入到国情论的话, 那么他当然就没有这种就是从学理上来说, 这种普世价值的超越, 那么他也就不可能进入到,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用一种相对主义了, 那么在为当今的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结构和权力, 那么进行就是修补和辩护, 那么这里就是说他就不可能进入到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的那个宪政的, 那么这么一条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这个角度, 下面讲到下一题的最后一个问题, 林跟王沪林都是出自复旦大学, 并且都是保留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经典, 为什么林走到了西方社会, 并且成为美国的尊身教授, 学术成就也非常引人注目, 开始宣传西方这种普世价值观, 而王沪林呢,一路北上进了中南海, 成为三代帝王师, 为什么同样是追求真理, 追求学术, 却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你这么解释? 对,这里面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作为我的话, 当时在自然16岁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那个体制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那么如果我愿意去选择这个机会的话, 那我也可以就是说, 引人科技, 或者说把我的人生重新进行修正, 把这个观点进行调整, 那么为当政服务, 那么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这样做? 那我觉得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 和自己的脾性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上海人, 有一点不同的在于, 因为我是外地的, 从四川来的, 那么我在学习里面呢, 因为北方人,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呢, 我不愿意做的一种, 就是小人呢, 就是那个, 完全是夹着尾巴做人的, 我觉得一个人呢, 那要一个彰显到自己的人, 这种个性呢, 我觉得人活的价值, 如果连自己的个性的那个东西, 都没法保存的话呢, 那我觉得人真的活的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这种对个人自由, 对那个个性的这种不是那个追求呢, 那么我相信呢, 那种个的自由和个性的追求呢, 又是成为我们要有天才创作的, 一个最根本的源泉, 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那么会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 那么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是那个, 那个像王洪宁所说的, 自由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 知识治理, 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个人的那个个性, 那么个人的那个价值,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天才创作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 呃, 我跟他两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有些不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是, 差别就在于, 呃, 我的一个人生的分岁理, 那么就在于是八九年的那个学长, 那么当时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我也是中共党员, 那么我跟王洪宁的话, 当时的话, 我比他年长是年轻十岁, 那么但是我在学生上呢, 一开始就是那个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所以说, 当时八九年呢, 就出现一个最根本的, 那就是我的学生, 他们就在问我, 夏老师你怎么看学生, 夏老师你, 呃, 是不是说, 那么我当然呢, 当时因为我在那个八八年, 那个毕业, 那么我们复旦的话呢, 是两年以后就可以出国留学, 那么所以我当时呢, 其实正好在那个就是等待那个国家公派的机会, 而且你们也知道就是说, 复旦的国家公派的机会全是哈佛耶路的, 那么绝不是像我后来自会留学读的大学, 那么拿着博士,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对我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选择, 那么当时一个最根本就是说, 我要牺牲我自己, 我要牺牲我的利益, 那我的留学的机会了, 那么就会被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牺牲掉, 而且我也知道, 就是共产党呢, 是城市不足, 但是败是有余, 就是我的任何成功, 一定最后是要靠我自己获得的, 但是呢, 我的任何不成功, 它都可以造成,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后来我问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那我说我的那个就是教育我的这些学生, 教育他们这些人权自由, 这些价值观, 那么, 而且我记得呢, 我在那个我的学生要毕业的时候呢, 我还跟他们讲了, 就是引用了圣经, 后来这个圣经这个引用呢, 又成为我的, 呃, 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罪名, 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圣经讲了, 你们是人类的盐, 我说你们要去清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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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 首先你们要让自己纯洁起来, 那么要提炼自己, 这个, 变成精华, 我说第二, 你们是世界的光, 那么因为你们要照亮别人, 那么你们肩负的就是, 启蒙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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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但是, 我就是画了跟我学生讲了, 那么在那个, 中国的那个, 就是八九的这个, 就是启蒙运动, 那出现高潮的时候, 那么我到底是要把人生做一个, 剧场, 我在那边演戏了, 那么我再戴上面具去行, 走了, 还是我必须能变得我的良性, 变得我的学生, 而不变得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未来, 那么最后的选择就是认为, 我必须跟学生站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我不牺牲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呢, 我赢得的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的未来, 那么所以我相信呢, 我的学生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 有这么多那个, 几百人去绝食, 那么我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相信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 那个精神上的支持的帮助, 而且给他们的那个力量, 那么当然后来的话呢, 我也被那个就是, 拘禁在学校里边, 那么整个一年不许离开, 那么然后呢, 就是说要那个反省, 那么要接受这个寄过处分等等, 那么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损失了, 那么让我呢, 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 但是我后不后悔呢, 那么如果你知道, 我再重新选择, 四十八九年, 我今天跟党国站在一起, 跟学生站在一起了, 那我还是不会后悔, 那么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呢,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人可能会把我跟王沪宁比的话, 就会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以成败论是非, 那么有的人就会说, 那你就在这边做一个教授, 你有什么了不起, 王沪宁可是那个十四亿人的, 这么一个就是那个君王的这么一个帝师了, 那么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来看,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这个价值呢, 尤其做知识分子, 我们是为理念而活的, 那么我们的永恒呢, 那么最终是因为我们的理念的永恒呢, 我们变成永恒, 所以我相信呢,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王沪宁呢, 他的那一本书呢, 就叫政治的人生, 那么我就在想呢, 他的政治的人生里面, 充满了人生的政治, 那么所以呢, 他就把人生的活得很政治化, 但是我是一个, 就是吃喝, 这个玩乐都是政治的人, 但是我没有把政治了, 变成我的人生的一部分, 那我的人生绝不是玩弄的一种政治, 所以我就没有刻意的, 这种去要用政治的选择, 来博弈了, 来那个知道我的人生, 相反, 我的人生呢, 那么是有理念, 那么理念呢, 是我的白斗星, 那个美斗星呢, 作为我的一个指引, 那么这种永恒的指引呢, 就让我找到了方向, 所以我就在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 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因为我不用欺骗自己, 我也不用欺骗别人, 那么所以我现在在想呢, 就说, 其实活得快乐的人, 到底是谁? 我觉得, 未必, 是王沪尼, 因为我记得, 就是汉纳阿伦特来讲一句话, 他就说, 当你做了这个愧疚的事情, 或者当你犯了罪, 做了你罪恶的事情, 他说你可以就是欺骗整个世界, 像我们都是聪明的人, 我们要撒谎, 要欺骗世人, 是很容易的, 我们可以最大化我们的利益, 他们物质的利益, 可是呢, 你如果有个良心的话呢, 那你有个价值观, 他在你的心目中的话, 那你这个良心呢, 就不断地会向你发问, 说为什么你这么一个丑恶的人, 为什么你这么一个追求就是这些, 那个就是物质欲望, 或者追求权力, 那么不细就是践踏所有的, 你那个学习的这些理念的人, 为什么, 你这个肉体, 要包裹我这个纯洁的灵魂, 那么这个灵魂的话, 就会给你肉体发生一个反抗, 这就是波斯托英斯基的, 罪与罚里面的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现在相信呢, 就是我们大家, 其实谁在受到这个罪与罚的这个, 就是那个煎熬了, 我相信不是我,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的选择, 就是各自承受的这个代价, 那么各自付出的这个代价, 然后最后呢, 我们的人生, 其实就像这个历史, 那么最后呢, 来决定, 到底我们谁选择的正确, 那个正确的人生, 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夏宇教授, 因为他把一个, 我们感到很死板, 很神秘的王沪林, 把他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有泻有肉的人, 也谈到了他的学术, 并且谈到他们两人最终走得不中的道路, 实际上呢, 王沪林,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光本位来说, 他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自由的角度来说, 其实他失去了太多, 因为他像一个金狮雀眼, 并且每天生活在一种战战兢兢之中, 我们都知道, 官场, 绅士海, 在这个里面, 他不能发表自己自由的想法, 他必须隐藏起来, 同时, 他也不能去得罪任何人, 他必须在里面, 主要的周旋, 而你生活在自由的世界, 可以想自己想到自己, 可以发表自己自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从这里来说, 这才是最可贵的。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下一个小时, 谢谢。